所以你拥有的都将随着你的死亡而成为别人的 其实一个人一辈子所拥有的根本用不完 我们拥有的房子70%是空置的 只有30%归我们使用 我们一辈子赚的钱和财产 70%是留给别人的 而我们真正自己用了也就是30%而已 所以作为一个人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 我们今天去多得实际上我们就留有更多的遗产 希望大家要学会 我们不能成为别人的牺牲品 我们如果去追求我们就会失望 求得越多失望越多 这就是佛法经常让我们懂得 事事无常 学会用智慧来让人间得到更多的平安 所以无欲自然刚 无欲自然心如水啊 有一个弟子他问师傅说 师傅啊 在沙滩上 为什么我跑不快呢 师傅说 为什么你在沙滩上跑了就会摔倒 但是你却摔不伤呢 弟子说 因为沙子的保护 它柔软的沙子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我们人也是这样 师傅说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在沙滩上跑不快的原因了吗 学博人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学博人的功德都是伴随着付出和辛劳的 所以既要跑得快 又要避免摔伤的危险 人间出成果的人 个个都是伴随着风险和隐患的 所以看见别人成功了 不要去嫉妒 不要去难过 因为那是别人自己所得呀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修心 这样你才会一门精进 好好的达到佛的境界 让自己重登彼岸